那我當初接的時候 其實我當初接這個案子 第一天去的時候回來 因為第一天去就是 不是只有我們去 就是很多師兄自己會陪他去 然後去回來的時候 在做小姐討論的時候 就很驚訝 因為那時候的第一個練頭就是說 他們是一個爺爺跟一個年輕的爸爸 一起照顧這兩個姐弟 那爸爸竟然年輕力壯 為什麼不用去工作 然後又要身體的症狀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小姐 然後這個小姐顛覆了我以前的妄想 他壞起來 又回來以前就想說 真正要讓我們幫助的人 是讓我很可憐 就是電視桌讓我非常非常可憐 到真的是 沒有東西吃飯 然後三餐 六個人要吃一包泡麵 結果不是 基本上是這種狀況的話 就很shock 然後第一個觀念 第二個練頭就過來說 為什麼我要來接這個案子做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那倒是一個師父說 欸你們去做善 你們去做善 那我們就去了嘛 所以那是真的是第一個 很shock問題 那他們的狀況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爺爺 我們可以說